注意看,这辆旅游大巴车,它要从这条仅比车身宽一个轮胎位的隧道中通过。 喜欢我的视频请长按点赞支持谢谢,从视频中可以看到,司机要是方向略微打偏的话,后视镜和车身就要遭殃。 但是司机技术高超,在不断地修正角度和方向之后,顺利穿过了这条并不长的隧道。 在尼泊尔这样的技术,只属于青铜级别,能在显耀的悬崖山路上驰骋如飞的才是王者。 这里由于交通基础设施落后,开车的人不得不要经常面对一些玩命的险境。 这个地方刚刚下过一场暴雨,让原本狭窄险耀的山路更加难走,瀑布从山上喷涌而下,把路面都被冲坏了,心理素质不过硬的司机根本不敢开,下面就是百丈悬崖,看得人心惊胆战。 这条路还算是不错的,在这个地方。 而常常遇见的是,路面和车身差不多宽,遇到拐弯就更难了,看看这辆车的司机一脚油门来了个神龙百尾,这样的神操作一般人可玩不起。 但是对于尼泊尔当地的司机来说,这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,右边就是悬崖路,又狭窄车身险险的,稍有不慎结果就是车毁人亡。 但是这样的山路一走就是十几公里,车上的人倒是心很大,该睡觉睡觉,反正司机会搞定。 有时候路确实难走,视线受阻,便会安排一位乘客帮忙指挥,看看这高度掉下去,想都不敢想。 从这条瀑布下开过去,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? 除了山路闲耀,他们的桥其实是这样的,一段四段心惊胆战,看得人都为这位司机捏一把冷汗。 再看看这位司机,明明看见洪水下来了,还一脚油门踩过去。 幸好技术好,否则就完了,可能他们像这样子过河都已经习惯了,严重超载之下猛轰油门就是了,这些老乡朋友还要回家吃饭呢,不得不说这里的司机驾驶技术是真牛,对此你们怎么看? 欢迎留言评论。